韩流报道气温六滑梯 不少民众是喜爱泡汤来暖暖生子 台东县卫生局也特别针对了温泉旺季 加强击查温泉的水值 在去年的12月一共抽查了台东县 34处温泉和三温暖 检测结果是全数合格 但是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泡汤之前务必要全身领域 避免病菌跟着进入汤泉 造成了疾病的传染 韩流报道天气冷嗖嗖 热乎乎冒着水汽的温泉汤匙 民众泡在里头驱寒又暖身子 秋冬是温泉旺季 尤其台东拥有多数特色温泉 是国内知名的泡汤圣地 为了把关水值卫生 避免民众养颜美激不成 反倒泡出病菌缠身 因此台东县卫生局 针对县内34处温泉及三温暖 加强激查水值 针对它的酸减值 还有它的那个大肠杆菌的菌素 跟肿菌弱素 它会预防说避免就是民众 如果不小心吃到 那个泡温泉的水的时候 造成一些肠胃道的症状 或是皮肤上的不适 想要享受泡汤无负担 除了水质卫生很重要外 民众泡汤前也得衡量 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皮肤疾病肠胃道不适 以及慢性疾病患者 就应该避免泡汤 另外也要落实全身沐浴 才不会让温泉池变成了病菌的温床 进入那个泡汤的时候 也一定要去做全身的领域 避免就是有一些 我们身上的一些病菌 然后带入到那个温泉池里面 造成其他的人员传染 目前日在防疫期间 民众即便泡汤 也得遵守量体温 双手消毒的防疫措施 而在温泉池内 也要尽量保持适当距离 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继续下站会台东市报道